美國於8月7日宣布制裁11名的中港現任及前任官員 於8日回應 美國財政部發出的制裁不屬於聯合國通過的 國際針對性金融制裁制度的一部分 金管局會將相關要求及說明 發與所有認可機構及處席支付工具持牌人 又指相關機構在評估是否繼續向被制裁的個人 或實體提供服務時應考慮公平對待客戶的原則 香港時事評論人王世澤在他的YouTube頻道8日的節目 《金管局叫銀行不執行美國制裁等攬炒》中表示 香港金管局的做法是很典型的中國黑社會主義的做法 並分析指由於香港採用聯繫匯率制度 若銀行業不遵守美國的制裁 美國有足夠理由限制香港的設施 令香港的金融體系面臨很大的風險 在香港金管局的主要職能之一即是監管銀行 但是匯豐銀行和渣打銀行這次會不會選擇跳船呢? 前恆生銀行法規部調查主任 香港銀行學會反洗黑專業人員盧俊宇指出 參考兩家銀行的公開信息 其關於制裁政策的聲明尚未更生 反應聲明仍然有效 因為根據銀行營運守則 如果銀行針對制裁的政策改變 一定要事前通知公眾 既然今日未有更新 即是代表聲明仍然有效 他分析指 如果這些機構不遵從美國財政部的制裁 基本上會失去所有美金生意 所以匯豐銀行、渣打銀行一定會遵守 我會不會選擇 就算他了 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